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直播时间 来到五间总结 而我们的嘉宾继续是郭先生的留守 郭先生 你好 先和郭先生说一说A股方面的情况 刚才都大约和大家说了三大指数的走势 看到上证指数半日来升了2点 其实三大指数的升幅来说都是很少的 我先问郭先生 其实今天内地方面有消息说到 人口今天继续有一个逆回购430亿 也有消息说到在春节前或者会加码放水 你又怎样看A股方面的情况 A股相当稳定 其实整个形态都不单处于一个续沉顶的形态之中 事实上市场人士很多焦点反而是放在三月份 正式是换届的时间 中央对长远来说一些政策规划的公布 因为早前据民法改委已经有一个 城镇化的规划计划在这里 未来这10年 拉动的资金或者投资的资金 达到40万亿人民币 这绝对是支持到A股在12月低位 一路上升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至于逆回购 我自己觉得在银行准备金 未正式宣布下调之前 这是对市场注资的其中之一方法 其实也没太大惊喜 一路都是逆回购的 至于年关治市场对资金的需求 一定因此最低限度 家家户户都要封利是 你对资金的需求一定是大 在这段时期 加大货币的供应 其实是很正常的 每年到这个时间都会有同等的动作 但是会不会是日后月回购 或者会不会是下调银行准备金 等等其他措施 暂时来说就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觉得 以现在这个形态来看 用不需要20%的银行准备金这么多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 下调银行准备金和通过逆回购 向市场上注资是两件事 逆回购是一个短期的措施 要的时间去做 这样的时间也收回 之后需要的你又要再做过 但下调银行准备金是一个政策 你每下调半个百分点 意味着有4000甚至4200亿的资金 是会插放出来市场 你下调一个百分点或者两个百分点 就等于8000亿到16400亿 其实这个政策的推行 是会方向比较明确 亦是显示得到资金的流动性不但增强 而且在提振经济的情况之下 中央的政策是会采取比较宽松的步伐 但这一点真的可能要到三月份 人事安排了 坐定了才有些动作推出来 连关时如果你说资金的恩赐需求之下 稍为加大宽松的力度 其实是可行的 亦有这个需要 你看看A股的走势 由1949点上升 早前曾经有少少的反复在这里 但由于其后上升指数升破了这一天的高位 1月4日的2296点 换句话来说 整个形态又再处于一个逐沉顶的格局 基于这个理由 我就将这个技术上的一个上升通道的底部 轻轻由这里轻轻下移到这里 直至现在这一分钟 这条上升通道都行得相当好 高台有少少整固 但严格来说 你不跌穿这条上升通道的底部 以形态上有利进一步向上挑战 去年2月27号高位 亦是去年全年高位2478点 当然不知 就算你轻轻走出上升通道底部 或者跌穿了 情况也不是差得那么紧要 因为技术上来说 防守性据点应该是这里 如果不跌穿 我相信更加高的指数还在后面 对A股的看法 我看得比较正面 因为由09年8月4日的高位3478点 经历了41个月的下跌 去年12月4日的低位1949点 算是已经跌了44% 经济期间每年增长是8.5 甚至9% 但股票平均每年跌超过12.5% 这种技术形态的表现 是绝对背持的 情况也只有热而严重 不过经过去年12月4日开始的上升 整个A股的势头应该已经改变了 现在我正在等一个信号 当上证指数能够升博2478点 即是A股不是一个反弹 很大程度上会是一个新升浪的开始 最低限度是一个新的中期升浪的开始 在那一刻就不是看2500、2600、2700 可能放远一点 2800、3000 甚至3000 怎样都可以 事实上来说 A股包括经济、内房 一直以来都是看政策 为了保持7.5%、8%的经济增长 内需和固定投资方面 一定会维持加大力度 既然是这样的 这个比较宽松货币的政策 我相信是无法避免 当然之 如果你说楼价那边升得太快速 或者有投机的炒卖的话 中央一定有政策去维持这个秩序 另一只手来说 它也不希望楼价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下调 最好是平稳去发展 这是符合各方面的利益 对A股看法我看得比较正面 好 看看港股方面 今天来说的恒指高开了5点 在23,596点开始 但现在这刻是比较窄幅上落 现在这刻是升66点 在做23,652点 成交额方面是359亿 国企指数升92点 做12,218点 职业期指方面升77点 23,669点 高水16点 成交量方面是38,000多 先问郭sir 今天恒指责幅上落 A股方面比较稳定 应该怎样看今天的港股 又再进一步向上高位 我记得昨天的高位是23,640点 这个也是1月份的高位 但今天最高到23,686点 即逐步逐步向上扩 今个月的形态 到现在这分钟 今个月仍然是先低而后高的格局 低位暂时来说 都是1月2日22,860点 其实只要恒指一路 十天线流上 这个先低后高 始终都会继续运行 只要有1,000点的上升波幅 或者1,200点的上升波幅 今个月的恒指 已经有机会见到23,860点 甚至乎24,060点 即是说 今个月剩下8个交易天 不算今天再来 整个大市仍然继续向上望 严格来说 总之十天线不失的话 头就继续向上望 去到1月份的下旬 其实今个月期指的结算和转仓活动 将会渐渐影响大市 这件事 就要看过去一两个星期发生什么事 很明显 好仓大户仍然还是把持大局 就算上星期三、星期四 恒指一日中曾经跌穿 十天平均移动线 但去到末段都没有跌穿 即是说 整个大市根本上有一些买盘 一直在维稳 不让你作明显的回吐 高台的整固当然是没法避免 如果这个形态维持到月底 更加高的指数应该还在后面 不过我补充一句 这个小升浪是由上年11月15日的低位 21,098开步 来到现在这一刻 累积的升幅已经是差不多2,600点 可能多跌 如果你说升了九个星期 升了二千多点 当然它可以继续向上走 一个小升浪可以走八、九、十、十一 甚至乎十二个星期 但无论如何 都是一个升浪的尾声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中线的心态 纯粹抱着短炒的话 现在再入市 第一要做好风险管理 因为一元升到上两元 你过三、过四、过半、过六 买都没问题 但当两元跌到过百 你再买再博去上两元的话 它仍然有机会会试过六 甚至乎过半 所以这个风险管理大家一定要做到 因为股份累积升幅 很多已经是相当多了 第二 即使有机会再进一步向上网 也好 都不要那么大手 一定要有两手准备 何为两手准备 万一市真的稍后 找高位之后 慢慢整固 或者触及十天线 甚至跌穿十天线 有机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吐 但这不是一个终极的调整 因为指数没有跌穿五十天线 但以23000也好 24000也好 24000也好 或者更高的指数来说 只要有3%至5%就反复 已经代表六百到一千点的上落 在这方面 大家要了解风险所在 当然知道 早不买 前不买 是要去到这一两天 才入市买的话 不肯问自己 升了2600几点 你再买 你的心态是怎样 如果纯粹抱着短炒 你便放下止蚀位 当然不要太大手 如果不怕 就算我少回一千点 我仍然看好 好 但你也不要太大手 因为 如果你现在这一分钟 真是大手无尽 或者买了自己的现金 一旦大市 真是有机会回落某个幅度 心就会乱 所以最好是细度去买 综合来说 短炒那些 最重要是严守你的技术上的止蚀位 因为事实上很多股份升了很多 至于中市 亦都不适宜 大手无尽 万一市真的出现明显的回套 或者有幅度的调整 那时候再招牌双手 慢慢等机会 再买再加码 中期有市仍然是看好的 主意不过就是 大市反复上落128点 你和我都没问题 但如果大市有机会出现 五六八点的回调 情况就有别了 有些人总是担心大市 会进一步下调 因为这一阵市 由11月15日到现在 累积的升幅已经2600点 或者多些了 甚至乎整个中期升浪 累积的升幅已经接近5600点 无论如何 这一分钟入市 真是不要太用 不过 首先大家要关注的 看看10天的平均移动线 恒指一日仍然在10天石头上手 即是整个逐沉顶的形态 是没有变到的 到下个星期 还有四个交易天 还有今个星期 剩下几个交易天 整个市况 将会在好仓大会主导之下 一步一步地向上走 当然不知 今个月的期指相关的活动 即是转仓也好 结算也好 这些买盘 将会主导整个大局 好仓大会既然手执控制政股 控制权利手 一定不会轻易放手 好 说完大市方面走势 和大家得跟进 主要蓝筹股 林伯仁收市的最新表现 见到会控 今天来讲 创了52周新高 高建是85.75 现在做85.5 升2 中移动跌4 现在做86.9 中国银行升1 工商银行升6 建计银行升1 最新报6.63 港交所跌8 最新报148.4 中人秀26.9 升1.5 友邦保险30元 升4.5 升幅接近2% 腾讯控股270元 升1.6 金沙中国跌2 最新报38 长江十月跌2 收容机地产跌1 九仓升5 以至于内房方面的情况 中海外跌1 而华润置地 升1 最新报23.3 游股方面走势 中海游方面跌2 最新报16.18 中石油11.2 升8 至于中石化 升毫2 现在做9.37 困难能源17.06 跌6 至于中国神华方面 升毫半 现在做33.3 主要南手股方面 有6支創造52周新高 当中包括郭Sir的深水板块 内银股 佔了2支 包括建行 和工商银行 先问回来 内银股方面 跟随着大市 升下有些 陆陆组组創造52周新高 现在应该怎么看这个板块 还未买 应该怎样 未买真的很难搞 一路叫买一路叫买 你到现在都未买 想怎样 不要紧 先看看现在的估值 先提到好像建行 现在的估值 其实来说 只有8倍的市盈率 有4厘的估值 我就当它未升过 在现在的水平 8倍市盈率贵不贵 南筹股平均市盈率 大概11.3倍 息率其实来说 只有2厘多些 相对于8倍市盈率 有4厘的估值 肯定是稍微偏高 再看公行 市盈率高一点 只有8.2倍 息率也有4厘 即是估值来说 不算高 不要看多少钱上来 升就升很多 3.97元 升到现在5.96元 一路早五买前买 来到现在 落手真的比较难一点 这个我也知道 但早前的下跌 因为利息拉扎 令市场急速抛售和减绑 三角债主要困住投资者的信心 所以令到一些利淡因数夹集之下 股价 naughtyさん 真的有40萬億的資金投放在城鎮化計劃 你想想 這麼龐大的資金 有什麼理由不同銀行借錢呢 即是說 中期後市內銀股始終還是看好的 不過短期要買的話 就不要那麼大手了 因為升得比較高 謝謝郭Sir對於內銀股方面的板塊 看到行指方面 驚訝 跟大家跟進一下 行指方面升了66點 收報在23657點 大義成交方面373億 國企指數升95點 收報12221點 其指方面升60點 23651點 低水6點 成交浪方面是接近4萬張 這節半日總結時間差不多 謝謝郭Sir 麻煩你做個申報 剛剛說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我持有少少納銀股 謝謝郭Sir 半日來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稍後回到1點鐘 繼續有下週的節目 到時再談